在傍晚5点的时候 台风的暴风圈已经离开了北部海面 所以气象局解除我们的海上台风警报 随着台风远离 气象局在下午5点半解除中度台风梅花的海上台风警报 在傍晚5点的时候 台风的暴风圈已经离开了北部海面 所以气象局解除我们的海上台风警报 虽然台风它逐渐远离 而且我们预估 未来它会以比较加速的速度往北北溪的方向移动 但是台湾附近海面风浪还是比较强 我们也可以看到 外围环流的影响逐渐没那么明显 但是外围环流还是有时候会带近一波雨带 造成今天晚上各地 尤其是北部东北部 还是会有断断续续的下雨 明天星期三的时候 大部分地区都是多云到晴 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 只有在北部东半部还有马祖地区 有一些零星短暂降雨的几率 中午以后山区也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雷震雨 明天的温度会比今天暖和一些些 气象局持续发布高温资讯 就是在我们东方大约1800公里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 我们预估未来一天这热带性低气压 有机会增强微轻度台风 它未来短时间移动速度慢 甚至会呈现滞流打转的现象 但是之后它的移动状况如何 气象局持续观察 listen 吃 油 你 你 我知道 12米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